第三段 第一段呢就是什么 第一段就是十一点半以前来的 你十一点半以前来的 发简讯这个族群 我还特别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优惠产品给你 然后十二点半 一点以后来的到两点的 我还另外提供什么样的产品给你 所以等于把中午那段时间 其实他时间不一定要中午吃的人分散 分散之后呢 就有空位出来 然后呢 就有新客人进去那个空位去补 所以他就会创造新的什么 新的客人 还有新的业绩 这是利用知识经济 用科技化服务的过程里面去协助他 他用到了简讯 用到基地台 用到什么 用到创意 用到行销 所以你觉得伊尔玛顾问师 就是在帮人解决问题的什么 的恩人 叫做抢救贫穷大作战 所以我们这个行业有好处 在解决客人的问题 所以客人会非常的尊重你 你也会做这个事业很愉快 这就是我们的心得 所以各位 我们虽然面临三明治的一代 可是我们要及早预防 不要让这件事变成你的苦楚 应该让这件事情变成你的必然 但是呢 你已经准备好的时候 其实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那以上呢 是用最快的时间让你们了解 恩话的趋势跟什么 跟科技化服务业 因为未来它能产生的一个效果跟机制 那从刚才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 有没有同学有其他想法的 想要提出来互相讨论的 或是没有的话我就主动问 我主动问 我就是要找寻校园住校代表 这个很重要 因为想想做 想做一下 尤其四年级学生 即将面对社会了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让你提早了解呢 能够有助于你对未来社会竞争力的提升 好 那我们先开放你们问 开放你们问 有没有谁对我今天讲的 有能够提出他的看法或问题 记住我机会会飞过去 来 这位先生 我们所知道的M型社会 是在大前演艺博士来日本所提出来的构想 那其实他在十年前已经提出这个构想 我们知道最近因为整体社会环境的改变 才导致大家要持续把他提出来看 但其实在此前 这构想是已经进入校生日期了 那在里面有其他的部分的话 就是所谓的helloBM 就是learning by doing 也就是你刚才所说的EMR部份 那可是EMR部份你刚才所说是 从各行各业中持续转站过来 也就是说重新学习 也就是learning by doing的部份 对 那么其实像科技化服务业 举个例子 就是像SENQ简讯公司这家公司来说吧 那您是否有希望说 现在的大学生或是未来即将要进入 SENQ这家公司或是相关行业的人员 需要先具备什么样特质 或是有怎么样的优越性 好 谢谢 问题问得非常专业 哇 这个你们 这是你们同学吗 没有 我可以玩些的 哦 很棒很棒 我们鼓励一下 各位 各位 很棒哦 他有在准备以后的事 什么叫以后的事 就是出了社会之后的事 可是呢 他会去从一个问题里面 去延伸第二个问题 这是很棒的学习的态度 就在学习这一块是很棒的 那我刚才有提到 没有错 如果我们如果要科技化服务业这个顾问 这个人是不是要有一些特质 才有办法升任嘛 升任 对不对 那我刚才有讲到七个特质 这七个特质是我们一把顾问师 他具备的技术条件 人格条件 在这个特质后面要有一个人生观的部分 就是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在积极进取人生观后面 要有一个尝试的人生哲学 这是三个要结合在一起 那我刚才不是一直讲吗 赚钱是过程不是目的 幸福才是目的 这就是在一二三第三个人生哲学部分 那我刚才有讲 这个这七个特质呢 就是什么 你要执行这件事情的技术面 技术面 你观念有的技术就会来了 所以学习 只要有学习的能力 学习的精神 其实任何的技术都会学会 自然就学会 然后呢 有豁达的人生观 就是在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是成功七特质嘛 有谁还记得成功七特质呢 赶快赶快 刚才讲那七个 来这位先生这位同学 还翻书吗 好OK鼓掌一下 那位同学 你们帮我记一下 等一下要一下资料 好 恭喜 这七个特质叫做技术层面 技术层面就是说 它是一个比较容易达到的 比较容易达到的技术层面 那第二层叫做人生观 要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第三层叫什么 要有禅士哲理 就是你要不要忘记你为什么要出生 你为什么会是人 这件事情 那这个就很 这个道理就很深了 我们不要为了 我们不要变成赚钱的奴隶啊各位 我们要变成为过幸福生活的主人 所以呢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要关公念恩 我刚才跟同学有分享过 一件事情你只看到好的一部分 你只看到对方 那个人可能也很讨厌 可是试着回想一下他有没有优点 你会想他优点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人很棒 你心中就很自然很清静 你人生就不会有烦恼 当你没有烦恼的时候 你做一件事情会更什么 更用心 然后呢 无挂碍 当你这个人即使有上面七个技术层面的东西 有没有 可是你并没有一个没有烦恼心 也会影响这七个技术层面 所以你会发觉七个特质 人生观跟禅士哲理 他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所以小朋友呢 不用叫他读书要读一百分 要让他慢慢培养 我刚才讲这七个特质 一个人生观跟一个禅士哲理 那这样子人生会无碍 所以伊尔玛顾文师 除了这七个特质之外 就是要一个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再加上 人 这件事情就是 你要为幸福而努力 不是为赚钱而努力 这件事情才会是关键 不要本末导致 这样子你就会绕了一圈回来 原来人还是要死掉的 你懂吗 所以你就会发觉说 过程是一种很享受的东西 那这三个结合 你在这个工作很愉快 没有过汗 你就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 人生就会到达另外一个境界 这个是我分享出来的 不错 这位同学问得很好 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题目 这个也是很多人一直想不透的 但是我们做事业到这个阶段 我们大概知道 要做好一个角色 他必须要具备哪些特质 因为有些人会很疑问 奇怪我能力这么强 我输读这么多 为什么我不会成功 就是他缺少了这三个环环相扣 这三个如果你环环相扣 绝对没有不成功的人 因为什么叫成功 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 不是有钱叫成功 各位 还有没有第二个问题 来 这位先生 有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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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就合体服务力的来讲 现在是那个简讯大论 甚至每个人都会接到简讯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不是有些大电梯吗 对 那这个问题 有时候会说 我们留简讯 或收到简讯这些人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 这些简讯是假的 是 那 这个问题 那对我们这些服务人 这些服务人来讲 都会带到贵物 好 谢谢 我们给他鼓励一下 我觉得你们同学很棒耶 因为这些问题 都是我们在社会上 遇到的问题 我在三年前 去创了一个叫 Thank you 简讯银行这个行业 那时候 简讯业是风雨飘摇 为什么 色情跟诈骗横行的年代 那时候简讯跟犯罪 是画上等号的 那一天 我还请调查局人来上课 我就跟他分享 以前我看红布条 防范简讯犯罪 我就分享说 真的一路走来 真的很辛苦